一路下 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德性的有限性 比如说 文语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弟子路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犯害重 而亲人 那么这句话在整段 事实上是在掌握 是在表达 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德性是很重要的 后面有一句话 好像是尾巴 请有余力 则也学文 有了余力 我们才去学这个文 所谓文就是六文 是不是这个样子 事故好像是这个样子 但是到了诸子的柱里面 他演了几位宋朝代的学家 显然 宋朝代的学家人的看法 是觉得说 德性跟文艺啊 六个之学啊 还是同时重要的 那我们回过后来看伦语本身 那么伦语本身呢 它譬如说 我们以伦语里面的诗学诗教做例子 那么它其实 这里文艺一段话 小子和莫学乎诗 诗可以心可以观可以全可以愿 性观全愿 这是文学感性 到后面 儿子是父远知是君 这个是道德论语 在后面 多事与鸟兽草木之民 那么这个就必须要靠专业知识 不然你没有知识 你没有认知 你如何的知道鸟兽 知道草木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似乎认知也是很重要的 也并没有情乳 所以在同样的语语里面呢 也一样的好像言冤 他就说 窥然探约 伯我以文 约我以理 伯我以文是什么 伯我以文就是得物自知 这个是认知的人 约我以理呢 克己赋理 那么克己赋理呢 就是德性这条文 所以事实上这两个是并行的 并没有哪一个是并行的 所以我们从伦语 这个我们最原处的古典 我们感觉到儒家似乎是 这个德性跟知识啊 其实是并重 那么第二点 我这边我就 我就从我们读里面去找一些例子 来看看这个问题 那么事实上呢 我的感觉也是 一个一心同时它的表现 德性思维也同时表现认知思维 你去翻古经 包含诗书里的春秋义都是如此 那这里面我就举两个例子 首先是中庸 就是我们朗朗上口的 尊德性道问学这句话 那么这句话里面 同时呢 它也在谈到 这个圣人之道啊 其实就是天地之道 发与万物俊之于天 这是指什么 这是指体正我们的道 我们的体 就是本体 可是同时它也在强调 礼仪三百 威仪三千 特别是这个 谈到这个礼啊 这个礼它不是空洞的谈 它一定要具体的实践 所以朱子修家礼 那么家礼呢 从祭典里面 然后祭典里面 我们实际的一个套 有一套礼仪在做的 那么这个是契跟用 那么这个要靠知识 那么另外呢 我要再谈 另外一个点击 我就提这个 地的细词 来说明 我们知道 一经一传 它是天道性命 心灵上下贯通的 分体作论 也是心灵人 可是 同时如果我们去看这个 这个传文啊 我们也可以知道 它里面也包含很多是 通过人之心 去建立经验知识 它是很注视这个领域的 那我举例子 细词下传第二章 它提 五者包西式之望天下 养者观下于天 辅者观法于地 观鸟寿之文 与地之仪 进取诸生 远取诸物 于是始作八卦 以终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这个类万物之情 你必须要能够类别 这个万事万物 它的内在它的本事 它的性质是什么 仰观天文 辅查地 然后了解了受 同时知道大地 地的环境 这个是专业知识 所以在异传细词里面 我们也知道 这个我们的五圣先贤 其实它有重视这方面 这就是 换就是见文 认知知识 这一种思维 等这种见语 我再举一个例子 也是通过实证经验 这个知识见语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说中国本身的传统里面 没有科学 没有科技 这种话可能是老将 是不是 要稍稍要做点修正 其实他们都是有的 中国的科学科技 之所以落后于西方 应该是切 庸正有的事情 明朝的时候 科学还是世界力量 到康熙 康熙皇帝本身 多过重视科学 他对于地图学 那是非常内衡的事情 所以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包西是墨 神龙是座 杂木为氏 柔木为义 以教天相 盖取诸义 就是义卦 这是指什么 农业文 农业拜杂志 然后再举一个例子 上古血居而也处 后世盛然 亦之以东世 上洞下雨 一带风雨 盖取诸大众 这是关系到建筑居 这是建筑学 比如说我们这个 古学堂那么多的 美丽的典养的建筑 是要搞建筑师的专业 没有建筑学的专业 如本人产 古人其实已经有这种思维 第三部分 我要谈的就是说 如果到我们宋明理学家 这个宋明理学 明的新学 我们首先看张恒曲 张恒曲在正谋 大新篇里面 他就点出两行 一个是德性之支 一个是建筑 如果我们很粗粗的看过去 我们感觉好像彭曲是很强调 那个道德德性这一块 把那个心扩大成为整个天地宇宙 这个才是我们要肯定的 的确也是如此 这个是圣贤之道 可是他的意思是强调 我们不要寻向而丧心 就是那个心灵本身 我们的本心 不要是追逐了那个现象 忘了自己 我们自己的本心是主体的动作 这是不行的 可是并没有火定掉 我们的本心去往外 去掌握到外物 掌握到外在世界 在种种现象 我们应该根据实测 而建立我们自己人家 自己本身的专业知识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举一个彭曲自己说的话 他说 天真名莫大于日 故有目皆知 不知其几万里之高以来 这是测量 现在飘味学 现在太子学 这个古人当然没有这么的精确的 仪器跟知识来掌握 但是他有这种心 同时他有他那个时代的 他自己应该有的量化的能力 传三个群诗这一句话 传三个群诗在章子正宏著里面宣誓 多文而者多见而是 难以启发其心思而惠惠以异 又非不是存神 就是只存我们心神 而至格物穷义之学 把格物穷义之学丢掉了 所以传三很懂 张产 所以关键要说呢 德性跟认知 是必须有这个事情 而且互相没用 好我们再看陆向山 陆向山是新学家的 当然陆向山的新学 他是从牧子学下来 他这个里面能谈心性论 谈德性论讲的很高 境界非常高 所以弟子能看 约远看向山在那边站在那里 约远看像神一样 风采非常好 可是陆向山本身的实学实误 其实通过他的认知心的思维 他自己本身的专业知识是很高的 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 向山呢 他关心农民 关心农业 所以他的农民的知识 其实是蛮好的 我这边念一段 雷先起至 就是今至啊 我们的二十四节气 泉源一洞 水泉啊 泉水就开始流了 泉之圣一甲子而止 冬早则几下起 如果泉太早来了 到了夏天 水没有 冬晚呢 稍稍晚一点 泉水来 那么到了夏天呢 泉水水也有个冬 这冬晚则几下生 泉与雨则益相较 有泉有雨 有水泉 这是关心什么 关心农民 因为我不知道 水稻业没有犯盖 就会出问题 作为一个儒家 作为一个新学家 他很懂土地上的事情 这个不是光是道德的问题 这是知识的问题 我们再看第二个 他晚年 他不是奉派到金门军吗 金门军他新竹城 又没有钱 那是边防啊 所以这里面呢 牵扯到统计学的工程去 你看他说 他有一段话 他出记者 已费免钱二十万 然后再开始修成修成 他就减省下来了 仅费五千 而土工就毕 这个土木工程啊 基本上就做好 富裕成器三重 自脚胎 针二小门 上至低楼 冲天渠 荷叶渠 故显强之志 必配 才费你钱三万 所以换句话说 他的议算 他能够节省国家议算 本来是说要二十万 他最后面 替国家省了这么多 只费了三万 这个没有计量的头脑 没有量化的头脑 是办不了事的 那你可能会说 这个不是路向三自己计算的 没错 是他们幕僚做的 有私嘛 可是主管不能被蒙啊 所以主管自己肯定懂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看 我们心学大师 其实他也是非常故事 也不是碰谈心学 所以我从这个例子 可以做这个 举这个例子 另外我再举诸子 诸子要求我们读书 他一辈子都强调读书 不是读书 不是读那些小说什么的 读书有两目 一个是德 一个是知 那么纵然是为了路德啊 在读书 可是朱子呢 他在他的文具里 他会这样行 他会拿医学来行 就是那个中医把脉 要下什么药 看误误误误切这些事情 他都会 那么各位 诸夫子 朱文公 他用这个来说话 意味着 他是懂中医 这一套操作的技术 这一套知识 所以 朱子是拿认知知识来说明 我们见理道德实践伦理 我们也要有知识 不是通膽 我们要孝顺父母 怎么孝顺 这个实践的时候的 你操作上 你要有知识 第一 再说 那么朱子呢 他也一样 因为 因为在他任内 有发生这个灾难 这个自然灾害 这个水灾 那么 所谓灾民很多 我们也看出来 朱子本身的专业实践知识 也很具备 他也懂得这种技 也能量化震灾的 他能够把灾民的人口数 户数都算出来 有老人多少 小孩多少 他都算出来 然后呢 他根据这个来做一个计算 应该 国家 政府应该给他灾民 多少粮食补物 那个粮食补物 他也算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理学家 理学大师 跟新学大师 一样 很重视实学 那么第四点 我就要谈到我们熊先生 刚才郭彦展也谈到很多 熊十一先生 他的贡献 那么我觉得熊先生 对于这个所谓一心 两重思维形式 也推出他的心的 具有现代意义的看法 然后他对宋明指教 当然他有一些地方 他是认为宋明医学的本心 比较重视这个德性义 而轻辜了认知义 那事实上 不必然是名词 他自己本身 熊先生本身 他是这样说一段话 他说我们应该运用本心明记 本心明记 这个乌 这个乌就不值得乌 万事万能 以此得到精确的知识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 这个乌来顺应 就好像我们心是一面尽子 你就来了 来了 我们就应你 你去了 我们就应你 这个叫心的虚灵明觉 那么熊先生的意思是 虚灵明觉是心之一意 但是心不止是一次 心必须要领够足物 辨物 治理 其实这个发展下去 其实就是科学 那么他也说 智慧作用应该 舍己从智慧的作用 智慧其实他就讲了我们的本心 我们本心的那个发用 要能够舍己 不忘记了自己 而进入到物的结构里面 这就是客观性的意思 将自己完全投入到事物里面 来怎么样 来猜渡这个物 来顺物之者 追求物的法则 那么这样子才能掌握物的本质 最后我们发现了 科学介绍所谓的自然律 确立专业即使 这是我们当代心理家 琴先生的 所以最后呢 我这个节目简单的说 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贵阳 我们最伟大的心学家 是杨敏先生 杨敏先生他在这个 天前论道里面 他那些诗句 那是非常重要的 道德心 这个心性的这个 体论下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可是杨敏在很多事工上 他也表达了实物之学 认知 建议知识的这个中心 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 他跟他的部下说 因为部下是负责施法 诉讼 逆政 就是煎饱犯人的事情 他就说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不光是 治你的良知而已 而是你必须懂 司法诉讼的专业 你这样才是真正的治良知 良知要治于这个事实物上面 那事实物呢 其实是靠专业的 靠认知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怎么去治你的良知 良知就被拖不来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杨敏这点很重要 特别是对心血的这个话 那么所以呢 我的意思是说 摩先生呢 他会提良知之自我感现 来开出自信的这个题 我觉得是有时代性的 讲这句话是有时代性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摩先生呢 他感觉到 中国从宋元理学家 一路到清朝一路下来 我们鼓者 有一种倾向 这种倾向是 唯道德主义 他觉得说 这样不行 应该要超过出来 而能够建立自信主义 那么在我来看 从龙老师这边学习 再进一步看 本性 也就是心体本身 本来就同时 开出德性跟知性 主体只有一个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人性 德性也好 知性也好 其实就是从我们本身发出来的 但是有点差别 我们在这里 各位私友们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道德良知 德性 是当下之事 我们怎么说过吗 人也无灾 我欲能私人自已 这就不能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 我们本性我们自己在里面 我们自我肯定 这个就是我们的德性 我们就是君子 但是呢 这个德性呢 就是说换成我们的人爱 我们的人意 内在的人意 我们是要做出来的 那么做出来呢 所以我们靠我们的知性 其实就是本体里面的另外一面 那个知性要做出来 所以当我们说 知性在发用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心呢 就必须以外的文源而发生知识 这个就是 这条路其实就是摩先生常常强调的 我们必须有外延的架构的 这种理性利用 通过外延的架构的理性利用 我们幻觉说我们要绕出去 我们要引用妖相 我们要能够 我们的心能够直定于某一个物 从这里我们进去里面了解这个物本身 它的结构是什么 它的内容是什么 它的运作是什么 这样子我们才能实践 真正实践我们的道理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就是本心的利亚 它们并行的不对 互相运用 我的整个报告就非常简单 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